让文明的光芒 熠熠生辉 是各国人民的期待 也是我们这一代 政治家应有的担当 无私才的无畏 无畏才敢担当 心底无私天地宽 担当个人责任 讨战后必须有责任 终于海战的意识 兼致党原则的意义 党的事业的意义 人民的意义 敢于旗帜鲜明 敢于教师 奔赢 为工作任劳人员 尽心竭力 善事善忠 善众善主 季风时静草 烈火见真金 为了党费民事业 我们的干部 要赞想 敢做 敢当 做我们时代的 敬草 和真金 在这段讲话中 习近平同志 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典故 叫做 疾风时静草 烈火见真金 这句话哪来的 疾风时静草 这个典故 最早出自于 汉朝的史书 东关汉记中的 王霸传 原文是这么说的 颖川从我者皆是 儿子独留 史艳 疾风 知静草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在狂风之中 才知道 哪根草 是最坚韧的呀 在困难之中 才知道 谁是最可信任的呀 这样的一个比喻 非常的恰当 所以后来 就被反复引用 而且呢 从一句话 就变成了两句诗了 这两句诗呢 是唐太宗李世民 写的 赠 蕭鱼 原文是说 疾风 知静草 伴荡 石 成尘 那我们想 王霸也罢 还是蕭鱼也罢 他最值得 钦佩的地方 在哪 其实就是 困难的时候 顶得上 危险的时候 立得住 这是他们 做人的人品 也是他们 做官的担当 的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